师父在那个佛子天地游里面有那个毒蛇地狱和那个铁牛地狱 还有那个地狱里那种咬人的虫子 那想请问师父这些动物是幻化出来的还是有真实的灵体存在 你说你说在西游记里面的 不是就是在那个佛子天地游里面有讲到毒蛇地狱和铁牛地狱 那这个这个我问你做梦是幻化还是真实的了 幻化的 幻化的呀 所有的一切这个世界啊 它都是幻化出来的呀 你说人也是在幻化当中啊 你看了有实体的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呀 只是这个实体时间长一点呀 那你看看你在地狱里面你受苦的时候 你是不是受苦了真的受苦的呀 但是受完苦他又活了呀 但是他受苦的时候那种感受也是真的呀 那我们在人间小时候受苦不是感受也是真的吗 那你为什么现在就没了啦 对不对啊 嗯 嗯 师父 请问师父 之前那个就也是佛子天地游中 有邪道众生附在学佛人身上 读取他过去作恶的记忆 控制他的梦境 在梦中制造那个 制造作恶的场景 想请问师父 灵性可以读取一个人最多几十天中的记忆 明镜一般的就是骚扰你七十天中呀 嗯 啊 他能怎么样啊 他又夺不了你这个他这个阿摩罗斯的了 就是第九意识佛性他怎么夺得走的了 他可以骚扰到你第八意识呀 你只要有意识存在他都能骚扰的呀 嗯 听得懂吗 就是这个人从来不想的 那他当然就是没有思维了 人家也不能在哪里如何了 你只要有思维想了他就能进路呀 对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请问师父 那个灵性给人制造那个噩梦 是基于这个人已有的记忆和恶习吗 是啊 你比方说你已有的恶习和记忆当中 已经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了 对不对呀 那么再加上你现在的呢 再加上你啊过去的根基当中的呢 你前世的烙印呢 那一切的一切聚集在一起 他就是一个大染缸啊 所以他只要随随便便要报复你的话 他只要在梦中稍微弄一下 你就噩梦连连了 醒都醒不过来了 嗯 明白了吗 那请问师父如何防止被毒取记忆呢 有没有防止被毒取记忆就是 心中要正能量充满呀 把菩萨放在常住在心中呀 多念经啦 多磕头啦 多烧香啦 多放生啊 全部都是正能量的记忆在心中啊 你哪会有负能量的呢 就是因为平时心中经常有贪嗔痴慢疑呀 所以你就不容易有正能量的存在 听得懂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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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